从西子湾陈勇年费被调涨四倍 今天是拉布条到西子湾会馆抗议 相应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黄旋扬 社主伯格的观众 三百多名长期在西子湾陈勇的民众 今天拉布条 抗议业者占据海水浴场 不让他们进去游泳 还将年费从一千两百元 涨了四倍改成四千八 根本就是变相涨价 让他们非常生气 我们赶紧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我们知道要改靠钱在里面 不然他们还更衣室 不然他们是什么水饭 只要还他只要是跟他们搬走 你不能说你们自己没有去协调好 市政府不出面 然后你就要要求我们 我十年了 你自己想 你去你们家洗澡好了 一个人三块三 你们受得了吗 好的我们也可以听到 业者说得非常无奈 因为如果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来算 民众缴的一千两百元年费 等于来一次只花了三点三元 和他们维护海水浴场的成本差很大 根本入不敷出 二十年前 西子湾会馆业者以BOT方式 向中山大学取得经营权 着收年费是因为配合救生员 冲水设施要维修 但他表示很多设备遭到破坏 收费不足以修缮 才会决定涨价 陈永克可以从市府开放的 甲湾南侧门进入 不会影响到缴费永克的权益 以上现场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我们看到高雄 因为这个陈永年费涨价四倍的事件呢 目前在西子湾这边是出现了抗议声望